欢迎Eric来到我们的小麦和他的挚友 我们的第三期节目 我跟Eric真的是认识了很多年了 原来最早可能是在朋友圈里点赞之交 从来没有见过本人 有点后脸皮的时候 我觉得是猩猩英雄相惜的感觉 就都知道自己在对方 就是在做这个领域当中 一直在很努力的去做事情 但是真正有交集 还是已经在朋友圈几年后的事情了 是你粉丝 别闹别闹别闹 这个别闹 一会儿好好介绍 我先好好介绍一下Eric 因为虽然Eric在澳洲的华人圈里 是非常有名气的 尤其是涉及到财富管理 涉及到投资 涉及到一些企业的投资 可以说是第一号的这个IP 但是我还是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到我们小麦和他之友的这位嘉宾 叫做高松玉 Eric Eric 现在是博满澳财 英文叫BMYG 这一听就很大牌 大的所都是这样 是创始人兼CEO 2010年创办的博满澳财 到现在 BMYG专注于新兴科技领域的股权的投资 目前是管理6亿澳元的资产 投资类别 投资的案例包括86400 数字银行 包括Afterpay 这可能是近些年来澳洲最知名的一家创业公司 包括Kogan 电商等等 以及像大疆 Klarna Impossible Food 这些国际企业 大疆 我们华人都很熟悉 做无人机 这个产品非常有名 成功投资和退出了30多个项目 现在博满澳财旗下的澳财网 Aufin 是澳洲首选的中文财经平台 为超过10万的粉丝提供澳洲财经资讯和分析 我也是你们这个观众 尤其是首席的节目 我觉得非常的专业 马上接近和你一样的网红程度了 可能还有一点 我们继续介绍 2002年 Eric来到澳洲之后 是在MIT 先是读的经济和金融学的学士学位 然后在猫奈市大学 读了应用金融硕士 并且在之后取得了牛津大学 金融科技和麻生理工学院 区块链证书 并且是澳洲基金证券和衍生品金融 金融排道的指排人 这个是相当难得的一个事情 然后Eric同时担任包括 OpenMarket Rich Data Corporations 在内的多家本地金融科技公司的董事 也曾在2017年代表澳洲参加一战到底世界名校赛 并且在2018年获得十大杰出澳洲华裔青年的殊荣 这是Eric的介绍 你知道以后我就录下来 我就这样用 那我好好给你录一点 不过刚才这个介绍虽然已经说了很多 但其实我知道Eric 其实是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 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 一方面这些年来深耕 另外一方面呢 对整个的community 不管是华人社区 还是对于本地的这个商业 这个社区 还是比如说 对贸乃士大学 我知道你们设立奖学经验的呢 其实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贡献 并没有在我们刚才的介绍当中 那首先非常感谢Eric今天到来 我知道你最近工作非常忙 尤其是你们公司现在蓬勃发展 团队扩大 机会也在这个 其实都是对你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力企业 那我们先从 但这个呢就还是说 对吧 是看谁叫 对吧 你说我说了吗 我是你粉丝 你叫呢 那就必须来 咱们好好聊 跟着写给你聊天 每次都很有收获 这个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谢谢 谢谢Eric 这个 我 我害羞 咱们今天你是主角 所以Eric当时学 在读大学的时候 读的就是跟经济 金融这相关的 这个我其实很好奇 这是第一次有机会问 一来呢 是当时我们那一代留学生 大部分读的就是快技 或者IT 因为这是移民的这个科目 另外一个呢 从现在来看 中国真正创造财富的 这一代两代之后 他们的将面临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 财富的传承 这个接班的这一代人呢 其实也都在读金融 也是在做 这个投资的金融这个领域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Eric当时选择经济啊 金融这个领域 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你知道你生命中很多事 就特别偶然 然后还有很多的东西呢 我觉得是自己无法去规划的 然后当你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呢 你在面临有限的选择的时候呢 去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然后努力去做就好了 我觉得当时上学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说有时候很有意思啊 澳洲这个国家来讲 作为一个移民的选择 很多的朋友接触过 他做了很多的这种背景的 禁调干嘛的 但是在当年2000年前后 作为一个留学的国家来讲 澳洲并非是首选 相信应该很多的家里人 会考虑去美国去加拿大 然后呢甚至可能去这个像 这个新加坡 可能都会不太会想到澳洲这个地方 然后我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澳大利亚这地儿在哪 然后呢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父母接触到了他们的朋友 然后有他们的亲戚在澳大利亚 就决定把送到澳大利亚的 我在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我家里有一个地球仪 我爸没事的回去再让我转 就说哇这么远 在这个地方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然后就很偶然那个情况 决定来澳洲来 我们在那个时候呢 上了一个二加二的学校 然后在武汉读了一段时间 后来送到澳洲来 一个二加二的一个学校 在那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的专业 其实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Banking and Finance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International Trade 然后我那个时期 对Banking and Finance兴趣比较大 然后呢就选择了 这个东西 后来我觉得之所以学了经济 和我是文科生的背景有关系 我一直比较喜欢历史上的东西 然后这种整个的历史的发展 这让天然的对我 对于经济的了解 是相对的有一定的优势的 你要我去算数 是远不及那个Julius 我的很多的同事的 但你要看一个事件背后的逻辑 我可能会更加的擅长一点 所以说那个时候一个 这样的一个偶然型的契机 在有限的选择当中 最终落脚选择了Economics and Finance 这样来学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也并没有多想移民这个事 想说呢那个时候 我想我们很多父母送你出来 就是镀金嘛 你学完就回去就好了 觉得对吧 我爸的说法 对吧 你读完书 回来之后 我爸给你找一个工作 然后就完了 你就好好去读就好了 只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发掘了自己的兴趣 后来觉得想在里面继续去学 然后学完本科 开始去学研究生 然后呢 学研究生到研究生 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 因为一门功课 学的确实比较好 然后有了一个实习的机会 就这样误打误撞下 然后呢 就进入到了 金融科技这个行业 后来也在那个时期 误打误撞下 有了移民政策的一个调整 雅思要考到这个 这个气氛以上 然后是可以加分的 非常非常偶然的一些事情 连在一起 就就给后面的日生轨迹 做了一些这个铺垫 所以我觉得 生命的很多的东西 你可能一开始没得选 但是在你有限选择的 这些选项当中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做到极致 可能后面路会打开 我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下来 说到做到极致啊 其实我听完的感受就是 我遇到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人呢 会就像那句话说 把很多以往的一些成绩啊 取得的一些里程碑啊 会归功于偶然或者运气 但其实呢 这里面有一定是 有那么一个东西 是超过常人的 而我在你身上 其实我有的时候 在每年反省自己 这些年在做什么 在怎么过啊 下一步应该怎么 好好继续成长 我从你身上学到的 就是有一点 就是你在一个领域 一直深耕 而且呢 像波马奥财 现在已经到了 第十一 第十二个年头了吧 在澳洲 其实我们华人圈子啊 这些年来 你能在一个领域 做超过五年 十年就已经很难得 尤其像在金融啊 投资啊 理财这个领域 淘汰率极高 而且呢 很多公司呢 坐着坐着 有的时候因为策略的问题 有的时候因为急功近利 有的时候因为 人才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就做不下去了 那过去的这十多年的发展 Eric有没有遇到过 哪些机会 让你很动心 要不然就转行了 要不然就回国了 因为像你在 现在的这个角色 这个位置 你是可以看到 很多海外的一些机会的 远远超过澳洲的一些 无论是股市的这个交易量啊 还是一些创业的投资机会 有没有动心过 你这个问题 还真没人问过 但是我说这个麦校长 有他高人的地方在吗 就确实有过很多次 是真的 就是在 早期工作的那个时候 就是 我觉得也很幸运了 就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算是金融科技发展的 早期的一个形态 那时候把一些金融产品 放到线上 把机构产品零售化 然后开始让我接触到了 一个金融科技的雏形 在那个发展时期的时候呢 是接触过 像银行 像一些这个 财富管理公司的 这个工作offer的 你说不心动吧 的确心动的 因为在我最早的职业的初期 很多的收入是靠自己的业绩的 然后要靠 真的是靠自己去见客户 然后搭建关系 然后这样来做 然后银行的 很多这种工作呢 你是底薪很高的 底薪是倍数级以上的 你说你不动心吧 肯定也有 但是在那种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要往后多想两年 就是你到了那份工作 意味着什么 后面是什么东西 你在做现有的东西的话 如果你再坚持做两年 你可能做到哪些 我觉得一个职业生涯的体会 我一直在寻找差异化 我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 就是我做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差异化 如果有差异化的东西 就值得继续做 因为你会变得不一样 那如果再往下问一步 就你做的事情 有没有社会价值 如果你有差异化 又能够创造可能 更多的社会价值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 是一种社会价值 你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反射 你有差异化 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带来个人价值 这件事情就值得做 所以在工作选择 我做过这样的 这种说实话 做过这样的取舍 后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在创业的时候 都有收到过工作的offer 这很有意思 就是您创业很多年了 然后突然间 一个海外机构到澳洲来 然后通过猎头找我 就说 你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 offer本身是非常非常的 让人觉得心动的 但是 我已经在做 我想做那件事情 然后就回到你说的 坚持的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这点在 整个公司的文化里面 是有体现的 既然认可这件事情 除非是真的某种力量 让你觉得真的是做不下去 是自己能力真的不行 那为什么不持续去坚持 试试呢 再试一次看一看 再试一次去看一看 就这样十多年就 十多年就下来了 在创业早期 的确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 起伏的 然后那时候有一些 外部的一些 这个诱惑 是存在的 但是 确实有的时候 回头去想的情况下 你当时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你初心是为什么 如果你只要那份初心还在 然后你觉得这事呢 还能 还吃了饱饭 还能去建设下去 我就没有必要放弃 放弃的话 就像当时创业的最早期 我就觉得 如果这事我不去 我不去尝试 我可能真的会遗憾 那今天是这样 那就去试试看 这样的十多年就下来了 这个中间 这个是从 就是职业发展 还是说自己创业的角度来说 有没有中间想过 去其他地方发展 比如说去 远的咱们说去美国 去北美市场发展 或者回国 机会非常多 有过 有过 又回到差异化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人的价值 真的和你的差异化 有很大很大关系的 就是 当那时候留学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选择 就是你是要不要回国 回国的时候 我就也反思过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 在那个时期 刚刚读完本科 读完研究生 没有工作经验 回国的情况 你和其他的留学生的区别是什么 你跟所有的 我的同学的区别是什么 没有嘛 那你就应该有工作经历嘛 那去工作 看看你们能不能拿到这个差异化 那慢慢往下去发展 就开始增加了对澳洲的了解 我就发现这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澳洲是一个价值袜地 澳洲有大量的优质的资产 是之前没有被人挖掘过的 老一鸣没有接触过 西鸣想接触 但是需要更多的桥梁的作用 而这个时候就有了我们这个留学生这个群体 我觉得因为有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给了我们一个平台去挖掘澳洲的优质的资产 我们都知道澳洲是有矿的 澳洲是有房地产的澳洲农业的 但澳洲的生物科技 对吧 澳洲的这个那个时期的进入科技的发展 是有价值袜地的 那我如果能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之前的人没有做过的 那我就有机会 这个时候如果我去美国 我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 我的优势不在那里 我去新加坡我能不能做到不知道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把我眼前看得到的 能够去发挥我的差异化 能把优势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先做 做完之后 你到了某个时期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考虑 是不是去我们去年收购了一个香港的 并购了一个香港的牌照 然后我们再看新加坡的牌照 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再去海外发展 我自己的底子是稳的 我心里有谱这个事情 我可以把什么样东西拿过去 在那种时候的话 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 可能时机会更加的成熟一些 这个想法 是在刚毕业开始做事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的知道说 我要找到我的长版 我充分发挥我的长版 我不去跟别人比较 我找到自己的这个优势和差异点 然后努力做大这个差异点 还是说是在过去这些年 边做边总结边反省 现在得出的这个节目 我觉得都有吧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相信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些特别擅长的东西 就是你会发现把自己擅长的东西 做得更好的话 你可能会变得更加的popular 你甚至会交朋友 比如说我从小喜欢踢球 别看我们身材还小的 我们跑得快 对吧 那你就去踢球的时候 你跟别人拼中锋没戏 对吧 你拼边锋可以吧 然后呢 我觉得 我一直在就从踢球这个事情上 其实也学会很多人生的道理的 就是那我喜欢做中场调配 就我可以跑得很快的 而且我知道谁比我强 那我就这高球我给你 地平球我给你就好了嘛 然后这个事情能看得到 每个人有自己所长的地方 你把自己所长所发挥 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有人算数就好 那我非常擅长的是 把整个的课本读完之后 我抽里边的逻辑 因此我写论文就很强 那这样的话你组这个 上学时候的这个队友的时候 我也知道找谁过来 跟我去补位嘛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在 在上学的时候 就有多多少养成了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确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会经历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 因此我有时候跟朋友们去讲 我说我至少认为生命的经历 应该是先做加法 再做减法的过程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可能最擅长 所以不妨在职业生涯早期 年轻的时候 多进行一点尝试 越早的找到一个 或者是多个自己所喜欢 能够去发挥差异化的东西 那就越好 先找着 先做完加法 再去逐渐的做减法 集中精力在几个 自己觉得值得去花精力的事情 其实因为我们节目叫 卖之友 我们都在讲 人生当中的很多的智慧 从各个层面 所以我们两个童年 到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敢说对人生的有什么深的感悟 因为还有好几十年的路要走 对吧 只能说到目前为止 犯过的错误 进过的坑 能总结出什么教训 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差异化也好 找到自己的那个优势 兴趣点 我觉得特别认同 就原来好像年轻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想法呢 或者是收到的信息是 你应该很要强 你应该较劲 就人家能做的事 我也一个鼻子两只眼睛 我也能做 就有的时候会很push自己 就觉得不服气 看谁都不服气 然后当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可能人生的其中有一个智慧 真的很聪明的人 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比较有限 怎么最大的发挥自己的 这个能量价值 这个智慧很有可能就变成是 尽早的找到自己的一个差异点 就你刚才说踢足球 不一定 你看打篮球踢足球 这运动给我们很多启发 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你真的把莫扎特放到足球场上 他也是一无十五成 你真把特斯拉放在什么 对吧 这个音乐钢琴面前 也可能一十五成 而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伟人 之所以他们的一生有很多的legacy 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那个东西 而且他去做了 我觉得这个从你身上 我觉得其实一个现实版 一个真人版的体现得非常好 然后创业 当时是毕了一页就开始创业了吗 还是先工作再创业 先工作 工作了 其实我们上学时候打工嘛 我说打工对我们很锻炼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 上学的时候 在电脑店里面去装电脑 装电脑后来去做电脑的销售 然后上学的时候为了混进金融圈 然后去做没有底薪的贷款销售 然后贷款销售后来变成保险销售 然后就从没底薪到有底薪 然后到毕业的时候 突然这份工作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发现你可以tick所有的box 就是你要求我做销售 我做过 金融知识我有 然后以销售为收入为导向 我们也没问题 也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讲中文也可以的 其实我这生命中没有路是白走的 然后那些尝试到最后 在某个节点上都会给你一些的reward 然后后来就无打无撞进入了金融科技的行业 干了几年之后 突然间在这里面 我就说有一个刹那 就你会感觉被点亮 就你觉得 因为我当时做的是一个 就是那种线上的外汇的交易公司 然后我接触的所有的客人 全是做金出口贸易的 就华人为主的 然后就你跟他们聊天 很多人 我说那时候很有体会 就是第一次见到豪宅是什么样子 就是从门口到他门口要开车的 然后你跟他们聊天 大家痛点一模一样 就是他们生意上做得很好 买了房产 然后会说澳洲没有事情做 澳洲没有东西可以投 可是因为我们在那个行业 多多少接触过投行 接触过这个券商 你能去聊天 你会发现澳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你会发现中间有个巨大的信息的 这个gap在里边 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的gap 痛点完全一样 那我就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一商机可以试一试 值得去试一试 能不能把澳洲优质的产品也好 优质的资产也好挖出来 展现给华人的这个新移民和老移民这个群体 那这样的话也许是一个有商机的地方 就这么一个契机 然后呢决定去做 这就是差不多是在2010年左右左右的这个情况 然后开始去构思公司单件团队 然后11年就算政治开始了 那其实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打工的这些 还在我们那一届这个留学生里面 这工作算是好工作了 我刚上刚到澳洲的时候就去Chinatown洗盘子 然后当waiter 送披萨 送报纸 都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那时候如果说是一个办公室的工作 对吧 是觉得那是相当好的 那是仓库的工作 电脑店嘛 在后面 至少是在屋里 至少是在屋里 但是我这也是有意思 我就说那个就没有 就多点技能没坏处 因为那个时候会装电脑 所以说呢你不用你英文讲的再烂 你在后面能装电脑就好了吗 而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勤劳勇敢 对吧 别人一天可以装吧台电脑举个例子 我一天可以装12个 而且我去把它不出错嘛 然后就流水线工作就干这件事情 然后很好玩 我觉得干那件事情挺有意思的 以至于后来 我觉得你把任何事情做好了 你的领导都会看得到的 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7块钱一小时工资 然后呢 你装电脑确实装得好 老板会把我从一个店 往另外一个店去调 接到一些大的单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接触客户 客户会问你你这东西怎么回事 你又开始去学着讲话干嘛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觉得 那我既然能客户交流 而且我也懂一些知识 我能不去做销售 因为销售工资高一点吧 还能有点七成 然后呢 因为你可以在店里做销售 那我是不是可以买点零件 我自己在家里拼成电脑 我在摩大师大学的网站上卖可不可以啊 我买一台电脑可以赚200块 我天我那200块巨款啊 那我干嘛不去试试这样的东西呢 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的 整个的职业生涯回头去看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一步是弯路 到最后某一个时间节点 你所学到的技能 在后面都会帮助你 这个听到这的观众或者听众哈 这个当时在2000年初 我们那代留学生 一个两三百澳币啊 可以是一个多星期的生活费了 就是房租啊 吃的喝的交通费电话费都算上 这真是一笔 如果打工那时候 我记得一个星期200块钱 是一个benchmark 就如果你能边上学边打工 能赚200 就算是ok了 能赚300 你就开始是富翁了 如果一个星期能赚三四百 对于那时候 就是轻显学的我们来说 非常难得 那那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 啊 这里面有两个体会啊 就第一的话 我觉得人要保持一种 就是不停的吸收信息的 然后你会发现那时候 留学生都想要装电脑 然后呢 很多人不了解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去哪里去装 然后你把它装好了 弄好了送到他家去 这个 这个钱就可以给你赚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信息 机会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这是要不停的去自己去筛选 判断的 然后你想在那个那个状态下 呃 其实那种收入已经是非常的稳定了 但是你还是需要知道自己到底在学什么想做什么 所以说到了呃 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要去放弃这份东西 就我不可能一直去做这个电脑销售 那这个东西以后所走的职业方向和我的学术方向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那就要放弃这件事情去做这个其他的 所以说就在中文报纸上去找任何和金融所相关的 后来找到的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贷款销售 你要去学贷款是怎么回事 在没有客户的情况下怎么去去从零开始 实在挺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完全没有收入的 因为你从来没有干过这件事情 自己会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怀疑 然后判断这件事情是值不值得去做 那坚持一段时间下来 然后你之前的销售技能还是最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所体现出来的 所以目标感非常重要 如果当时Eric电脑卖特别好 创业开个电脑店 可能现在就倒闭了 至少今天就没有 肯定倒闭了 Eric高松玉这个IP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创业 听上去Eric的整个创业过程应该是白手起家 完全靠自己 我们那一代人好像大部分人都是靠自己 不像后来来的留学生家里条件都明显比我们那代好很多 那创业开始创业 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四个人的一个创业团队 从一开始第一天就是这四个人吗 第一天的话呢是我和Julius和另外的几个同事 然后Wincent和Riven就是我们所谓的博满F4 博满四朵花 然后呢我们的他们两个是在11年的后面才加入的 因此早期创业团队还有几个其他的这个同事 然后但确实创业早期的时候 因为创业这个过程是对人的要求和挑战很大的 真的是很大的 就不论是对你个人 对你的伴侣 然后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跑步圈要求其实都蛮大的 就任何的杂念和杂音都会影响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判断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Julius我们两个一直这么长时间坚持下来了 两个人技能非常互补 价值观一致 就是我们在大的事情 我俩用眼神交流就可以了 然后后来有了Riven和Wincent也是价值观完全一致 认可这份事业 愿意为这份事业去付出 然后吃了苦 这样才坚持下来 后来我们很幸运 有了 我觉得我有时候跟朋友去讲 我说我创业最开心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是我有一群同行的伙伴 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 我们有同事从毕业做到现在七年八年 五年六年一直成长起来的 从分析师做到市场部的负责人 然后从分析师然后做到投资总监 这样一路成长下来 另外一件事情呢 是看到有客户从一开始给我们二十五万 后来一个客户能够从二十五万到千万 就不停不停的在这个追加 这是对我们那种极大的信任 我这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和同事们一起去成长 然后因为我们自己的进步 然后得到更多的同一个客人的持续的信任 这样发展下来 就这个过程还是回头去想要很幸福 这F4从2001年到现在还是F4 是的 没错 我们核心团队从来没有变过 这我觉得其实这个从一个侧面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尤其是你们做的这个领域 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去打造你们的品牌 口碑 信任度 如果团队非常稳定 你们做的事情又稳扎稳打的越做越好 这个首席的节目 最近首席开始露脸多了 原来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人 后来看到他很多分析 我觉得讲的非常有意思 你们现在的这个公司的业务重心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一句话我们是帮助海外的华人移民群体 专注在新兴领域的股权项目 就我们就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几个观念词了 咱们帮助这个华人社区 因为海外移民群体非常大 这个群体呢有这个非传统资产的配置需求 然后我们呢专注在新兴领域 包括像1516年我们投很多金融科技 后来投医疗健康 然后现在我们投很多ESG的这些这个新兴赛道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做股我们专注的是股权 可以展开脚下ESG 没问题 没问题 ESG呢是三个词嘛 就是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r Governance 然后这个呢ESG呢被称之为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 我就说如果你让全世界的领导人能再坐在一起 为一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下 为一件事情达成共识 也就只有ESG这个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气候变暖的 问题我们有环境保护的问题 我们有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 ESG呢是现在 我觉得不论是从政治商业 然后到投资领域当中 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去看的东西 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材 其实网大的说特斯拉也是ESG 因为它是新能源 对吧 然后我们投的植物蛋白的公司 它是ESG 是食品科技可栽生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 像所谓的Regulation Technology 叫RegTech就是监管的科技 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 其实区块链技术长期发展 也会是成为ESG当中的一部分 这里面有大量大量多的东西 因为赛道是比较大的 你要在里面去挑选一些符合自己的长期判断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帮助海外的移民的群体 寻导到新兴赛道里面的股权的项目 这是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定位我觉得非常鲜明 因为很多的不管是新移民 就是过去这些年或者未来几年即将到来的 投资移民啊 技术移民啊 还是像我们那代留学生技术移民 后来留在澳洲 大部分华人主要一提到投资想到的就是房子 就是买房子对吧 尤其作为个人来说 除了房子呢 这两年可能大家开始看股票 炒炒股 就算语言没有很怎么样 但炒股不耽误 但是一提到股权投资 就觉得好像离自己特别遥远 好像跟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到股权投资呢 常见的一个误会 可能就买卖生意 买个咖啡店 买个小超市 也是股权投资 就你指的这个股权投资 如果我们再展开说 首先呢 上市公司买股票算股权投资 对吧 如果是直接投入一些private 一些私有公司 尤其是早期的一些投入 是股权投资的 你们最关注的这个类型 公司类型和公司的成长阶段 是哪一个 对 就是这里边的这个 我就提到股权上来讲 一般针对的就是这个 非上市公司 或者市民公司 我们就叫股权投资了 然后呢 到了上市之后 你就有了流动性嘛 就有了这个股票市场 就是股权呢 可以分为 就是从一个资本的链条上 其实是一个公司生命周期上展开来讲 你有最早期的天使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只有这个PPT的职务 对吧 找天使投资人 然后天使后面那个阶段呢 是统称为VC的 就是这个风头 风头可以有早期 可以有中后期的这个风头 这个阶段 风头呢 因为基本上就是在公司成长的前面的 那么几年的时间 风头之后呢 公司到了稳定期 稳定期的这个扩张 可能需要并购 可能需要这个高速的一些增长的需求 就到了私募阶段 然后也就是天使 VC 私募 私募之后呢 有可能企业会经历上市 那有当然也有一些科技公司 会直接跳过私募阶段 然后直接走上市 一个资本链条就这样下来的 从天使阶段到风头 风头到私募 私募到上市 这样阶段 就是我们在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呢 做过最早期的 就是上市之前 我们叫新股的阶段 那个也是股权了 就投完之后 你等公司上市 可能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 尝试过 这个天 那个不是天使了 就基本上天上VC的那个阶段 公司成立两三年 寻找一些发展 我们投资过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可能 如果是上市的阶段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投这个afterpay 就是上市之前 我们投了它 然后呢 在这个A轮左右呢 就可能是86400 就是A轮公司 刚成立 没多久 但是商业模式在高速增长 你投这个数字银行86400 然后现在呢 我们最近也投了一些私募的东西 比如说 Airbnb 大江 是很典型的 去年投了Klarna 也都是在这么一个阶段的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些不同的投资策略的选择 因为不同的阶段 你的企业的质量 增长性风险是不一样的 有些客户呢 可能想要流动性强一点的 那可能就偏中厚 就适合像PE阶段的 IPO阶段的 有些客户呢 他觉得我希望跟一个企业去成长 我愿意去走他这个成长的红利 那他就更适合VC的阶段的 无非在我们选择这些赛道的时候 赛首的时候设计成不同的产品出来 给这个投资人就好了 在因为你看到了很多的行业 可能看到很多企业 有小的有大的有成熟的有高速发展的 在你的经验来看 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 它最危险的时间点是在哪 就是一般来说过了哪一个阶段了 基本上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 哪个时间点都是危险的 哪个最危险 最危险的话 我就有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是在开始 你没有商业模式的时候非常危险 就是创业公司最早期的时候 你团队 我有时候就说 我见过很多的那个项目 特别是校园项目 或者是从科学院出来的项目 它最大的问题是很同质化 就创业团队的技能是一样的 你要把一个事情 从一个idea做成 你需要不同的技能 你需要有科研技能 你需要有商业技能 市场宣传技能 科目服务技能是不一样 最好一个好的创业团队 一定是有差异化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的创业团队是有差异化的 非常明显差异化 在那个时期 你在打磨商业模式的时候 会有很容易死亡的可能性的 因为你商业模式不完善 团队不完善 资金不到位 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时期 我觉得也很危险 就是刚刚拿到钱的时候 很危险 你如果团队不完善 商业模式不完善 可能你的东西确实不错 然后突然间拿了一笔巨款 然后你不知道如何去投入 没有一定的规范性 这就回到ESG里面的governance 如果没有好的规范性 和规则的情况下 可能也容易出事情 我们也经常见过有些 就是本来是公司是不错的 然后突然间莫名其妙 拿了一笔钱之后 然后就这个开始撒花了 然后中间也会出问题 搬个大办公室 突然固很多团队 固很多人 然后就开始缺乏了focus 创业团队在很小的时候 因为你资源有限 你很容易focus 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 我把我所有的优质资源放上去 但你当有了钱 有了人了之后的情况 你可能反而会出现focus的问题了 那个时候就会出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 有的时候你读很多书 然后我相信可能 我们在看到很多商业案例 都是一样的 哪怕最成功的企业 都要非常的明确自己的专注点 再大的品牌也不可能 所有的事情都做成 那你最值得做的两三件事是什么 公司最值得做两三件事 团队最值得做两三件事 到个人最值得做两三件事 如果一年下来 能够把那两三件事做成了 一般就做成了 你们会考虑复发器阶段的下 我们自己现在不太会 就是自己现在不太会 就是我们会投复发器 我们也投过投复发器的基金 然后让他们去挑选 复发器阶段的东西 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从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 发展角度来讲 其实我对一个公司 投入的精力和时间 其实本账来讲是差不多的 这个越早期的项目 你可能花的精力和时间会越多 然后呢 你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 你投资一个100万的公司 和投资一个1000万的公司的 这个投资额来讲的话 你可能花精力呢 反而大额的还更少一点 因此呢 随着体量变大之后呢 我们会更多的挑选一些 已经过了那个 就是早期复化 天舍那阶段 更多偏向于是 VC中后期的 这些高增长的科技类型的项目 所以对于华人投资者来说 就等于打开了一扇门 说原来澳洲的商业环境 你可能不了解 澳洲的行业优势 可能不了解 澳洲有哪些公司在做什么 你不了解 然后通过你们的服务 就变成说 你看我都摆在桌子上了 原来你是没有办法 通过个人的角色去接触到的 那现在通过你们 就可以去投资他们了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这些年啊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其实我们发展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客户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就很多新移民 他其实带了很多国内的一些 甚至比澳洲更超前的一些模式 然后呢 让我们去寻找一些东西的 我给大家举一些这个 有意思的这个例子 其实有时候真的去看 你发现很好玩 就是当年我们看 Afterpay的时候 当年我们看Kogan 电商的那个时候 就是当然我觉得 他有他自己时代的这个机会 比如说澳洲的传统金融 然后需要开始结合科技 创造了Afterpay 这样一个资本的神话 Kogan当时看电商的时候 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电商普及率 是17% 澳洲只有7%到8% 中国已经将近40% 那你在看Kogan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客户就说 那这不就是国内的京东吗 那你就看看他市场体量有多大 市场生动率有多大 那就能判断出来 他是不是有多少的这个可能性 后来我们所有的东西算完 觉得这个公司 绝对是可以投的 就投了Kogan 包括给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奇葩 看Afterpay的这个时候 也是一样的 Kogan就说 那你想想这个对标一下阿里 这个东西能够实现什么样的这种东西 包括看完Afterpay 我们再去看这个Kalana 就更像是一个海外版的这个支付宝 淘宝呢 是先从电商到金融科技的 Kalana是从金融科技走电商 东西非常非常相近 其实很多的这种 客户反馈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在像当年那个代购疯狂的这个时候 咱们在这儿不知道 A2奶粉有多牛 但是可能我们的这个整个代购市场 它能告诉你这个市场有多牛 你如果看到A2在整个的超市的这个货柜上被封抢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股票市场看一看呢 也许这里面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机会 其实我觉得还是说 就很多机会就在自己的这个这个身边 然后多或许一些信息的话 能够看到一些蛮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之前在XNB删券的课程当中 还拆久了A2Milk这个案例 就是A2Milk什么时候赚钱 其实最先知道的是代购人群 尤其是头部的代购的这种总代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市场到底怎么样 A2Milk其实这些年增长 从新西兰到澳洲中间经历很多事情 然后最后之所以能发展 其实跟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关系 他成也销和败也销和 但是真正知道A2怎么样呢 就像你说的不是本地的人 其实就是做代购在最前线 知道这东西每天供不应求的这些人 什么时候突然之间没有人买了 他就知道这个公司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而且就是刚才你说 你跟很多你的客户学到 其实我们在澳洲的华人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劣势 比如说进入的主流的这个文化 主流的这个圈子 或者是语言的能力 对于本地文化的理解 有没有这个banbo ceiling等等 我们可以列个大清单出来 但我们先放在一边 其实作为咱们华人在澳洲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事业 对吧 我们一下子就能理解到 这东西在中国已经发生了 你说贡献单车也好 你说支付宝也好 afterpay也好 你说这些周边的一些服务也好 什么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对标的东西去理解 而且这东西已经跑出来了 经历过千团大战了 经历过血与腥风的竞争了 再或者我们就看看美国 看看英国 然后再看看澳洲 如果这个东西能落地 能在澳洲去做 又没有人去做 或者做的还不够优秀的话 很多的机会商机也就在这出现了 那像我知道Eric也是几家这个公司的Balt上的这个Director 董事 因为我们今年呢 Examination院准备了一个课 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董事 公司董事 因为在澳洲成立公司太容易了 对吧 你找会计打个电话 一天ACN number ABN number就出来了 成为公司董事这件事情 甚至于跟购物买个外卖的这个难度是差不太多的 对吧 基本都是打个电话 发个邮件 这事就搞定了 那你作为这些非常规范的 这些公司的 这个董事会里的一个成员 一个董事 你对于新创业的 就是其实我们调研结果是99%的 刚创业的 或者已经创业了五年八年的 很多我们的华人企业 是不是特别清楚自己作为一个董事的责权利的 尤其是风险 你作为这个其他几家公司的这个director 你目前为止你的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说你如果想要分享一个 一句话给已经在公司做董事 做自己的小公司也好 做一些大公司也好 你觉得作为公司董事最大的责任 最大的收获和最大风险 最大的收获 其实是逼着你呢 我觉得你说那个课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作为一个董事的话 一定是逼着你要去学一些 就是法律框架下的一些知识的 因为公司的董事是有连带责任的 就是说因为董事其实起到了 就是你你不是为 如果是自己的公司 你肯定是要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做决定的 如果是别人的公司的情况下呢 你是要为他的治理结果负责任的 所以你作为一个董事呢 你是需要一定要逼着你去看管理层 到底在做什么 起到监督管理的这样一种作用的 提前的看到一些潜在的风险 因为最终来讲受害的是你自己啊 如果万一一不小心这公司做错的事情 董事是有法律责任的 因此我觉得确实最大的体会是 逼着你要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公司的治理 然后呢完完全全从风险的角度去判断 到底里边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因为我们做自己的业务 会更多的想的只是增长 而董事需要做的事情是在增长的时候 你如何进行更好的风控 我觉得这算是就是在我做这几家董事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收获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收获的话呢 我就觉得又回到那个团队的这个技能互补的问题 我见过最好的董事会一定是技能互补性很强的 有些人能看到法律上的风险 有些人能看到财务上的风险 有些人能看到商务上的这个风险 而且大家是敢于吵架的 就董事一定是最终都是为了这公司的风控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判断 我现在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然后最终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因此开董事会真的很累 是真心很累 大家确实要你要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 和自己的知识领域外 始终保持着一个一个清醒 因为董事会很多的时候是三个月才开一次 一开就差不多四五个小时这样开下来的 所以说也确实逼着你要为董事会做提前的准备 然后了解你的行业所发生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开个董事会 他提前会发一份七八十页的董事会报告 你要先看先学 然后判断里面一些问题之后再去推进 我觉得做董事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在澳洲或者说在西方的一个体制下 去更好地去运营自己的企业 或者是了解它的制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每个成为董事的人需要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你要承担这个公司最终运营结构所带来的风险 因为一公司能不能做得好 好像表面上是管理团队 CEO CFO CEO在做事 其实但这些又都是董事会指定的 委派的 所以这些人的选择 其实归功还是归功directors 对吧 董事会如果看你的创始人不顺眼 都是可以把你换掉的 所以说这里边因此董事的确实权力是比较大的 但同时他所要为这些结果来负责任 Eric在你来看 现在华人在澳洲的商业的领域是影响力越来越大 做的行业也在明显的在升级 从最早的恨不得就是开出租车 开milk bar 开个餐馆 到现在已经进入金融领域 建筑科研进入的领域非常的多 如果再往下看的话 一个趋势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随着华人在澳洲的这个企业做的越来越规范 越来越规模 甚至有些公司还要在澳洲上市 其实是很缺乏这种有中西文化背景的 但是又非常清楚知道 作为一个董事 怎么让公司合规避免一些风险 这样的人才 你会不会觉得是非常稀缺的 我觉得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 问到这个 这也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个话题 但如果你这样去讲的话 我觉得是的 我觉得也和我们自己的受教育的整体的文化有很大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 华人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的 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习惯于去接受指令 然后去执行一些东西 当你做到就是 因此我觉得华人在大型的公司里面 你看我们有高管是常见的 不论是快递事务所 律所 然后到银行 然后这些等等的 那种结果地产公司有高管是很常见的 但是你在大型的 从全世界范围去看 在大型的企业里面做一把手的 或者是做前三把手的人不多 不是非常的多 我觉得这个和和我们去世文化的这个这个背景教育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然后但同时呢 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机会 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勇于去尝试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和所有的这个西方市场的这些高管去进行交流 我觉得政治是一码事 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周期 但是你和商界去交流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商界的人士 会忽略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在哪怕在现在这种环境下 中国依然对澳洲经济受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商界需要了解中国市场上怎么想的 中国人做事情的风格是什么 无非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意愿敢于去承担这一步 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东西展现在面前的时候 你敢说这个事我能做 你要我来我来帮你去实现这个东西 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有些就是金融行业的 然后甚至媒体 然后主流媒体会来过我们去说 艾瑞克发生这么一件事你们怎么看 他其实需要知道你能帮他去解释一下 你们是怎么去看的 我们是怎么去看的等等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 就意味着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空缺 我们是可以去填补的 因此对我们的要求 我觉得是应该让我们就是抛掉我们文化当中一些就是非常儒的东西 我们是敢于往前走这一步去承担这种责任 去展现出来自己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这是个遗憾 但我的确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填补的这个机会 而且我发现就像刚才你提到澳洲的这些公司 或者西方公司在组董事会的时候 就很像在组一个团队 就像组一个足球队篮球队 他会想说我们现在缺一个财务能力强的董事 我们就找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缺一个商业能力强的 我们缺一个监管税务 然后就找一个人 然后让他这个董事会本身就很强 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就很全面 我过去的这些年 这些经历有遇到过受邀 说成为独立董事 那executive这种非执行董事 原因也都是因为 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看上了我什么东西 而是因为他们缺一个东西 比如他缺的是中澳关系的理解 他们缺的是一个商业的东西 缺的是战略的东西 这个思路我觉得对我们 其实在澳洲的华人 尤其在这成长起来 在这要做事业发展 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 只要敢于往前走这一步 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机会的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 这个我们都是上大学来的 英文再好 也不可能像本地人一样去讲 对吧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你所了解的那个知识 是他们讲 那个语言讲再好上不见得具备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开这个玩笑 英文说的不好的话 是听的人难受 你说的人有什么好难受的 对吧 但是你只要讲的东西是言之有误的 然后呢他们会听的 对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体会 就是这样 在很多的董事会上来讲 就是我们说话的流畅的程度 各方面肯定比不上他们 你没有必要嘛 这不是你的差异化吗 你的差异化是在看到这个事情 本身的时候 你能够带来一些其他的思考 这个时候你就在董事会上有价值 只要你在董事会上有价值 你就有不可替代性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 我觉得我们就有可能 往这个社会的更核心的一个层面上 再去多做 这个我们在之前采访 那个PWC的那个 partner 詹森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 因为他也是从小在这长大的 我们就聊到了语言和文化 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 你可以语言说的很好 但你不懂这个国家的文化 做事的方式 中间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而且你像你刚才说 我觉得你像雷军去印度开产品发布会 或者是扎克伯格去清华大学用中文做演讲 讲的怎么样 语言这个怎么样是一回事 你说的那个东西又是什么 就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会有针对性的问RX一个问题 我很想知道你的一些看法 就是今年2022年 其实对于全世界来说 如果我们二三十年后回顾的话 都可能是人类整个社会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它有可能可以归结为是 比如说上个世纪的经济大萧条 或者是亚洲金融风暴 或者是2008年GFC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过程 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年份 而作为澳洲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家里有矿 但是又跟中国有这些贸易关系 我们现在把政治的所有的东西都抛开不谈 你觉得2022年开始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澳洲的经济现在怎么样 哎呀 这个就回到澳洲的一个这个国家属性的地方 就是澳洲这个国家因为家里有矿 所以说呢 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呢 它一般来讲还可以 就是在过去这几十年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处理危机的方式就是政府花钱 央行印钱 然后因此不论是政府花钱还是央行印钱最直接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是基建 然后呢是国内的我们叫Urbanization城镇化 这种方式对原材料是有刚需的 澳洲作为一个这个家里有矿有气有煤有凉的一个国家来讲 在这种时候它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我这是澳洲最有意思的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 但是澳洲的问题是在于由于你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呢你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会受到限制的 就是 我觉得就回答在这样问题上来讲 澳洲经济是无法这个是无法独善其身的 它毕竟是有全世界经济的整体的这个这个影响 它有它一定的这种独特性 就是我觉得从抗周期上来讲澳洲有它自己先天的一些这个优势所存在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整个经济大周期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来讲 是有可能会面临一次巨大的危机的 全世界范围之内的 就是所有的历史上的危机 不论是08是297往前走走到30年代 所有的经济危机是一样的 经济危机的本质首先你要有债务 其次你债务成本要上涨 本质就这个问题 就是你欠银行100万 你以前一个月还2000 现在你要还4000 你能不能还得起 本质上来讲就是这样的 不论是这个美国的次贷是因为买房子还不起了 还是因为这个9798年亚洲的这些国家还不起 还是拉丁美洲还不起 欧洲国家还不起都一样 就是你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债务 然后成本要上去 我们现在所处的可能会发生的 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大的债务的泡沫 以及最快的债务成本的增长 在新冠疫情之后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你是供需两端都断了 所有的政府和银行能干的事情就是撒钱 澳洲有钱可以撒 那还有一些穷国家只能去借钱去撒 因此我们有大量澳洲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印过钱 这是第一次 去三月份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开始印钱 那钱印出来了 你央行是零利息的时候 谁都付得起吗 然后通货膨胀开始高涨 因为你供需关系都断了 你生产力断了 然后你货运断了 那所有东西都涨价 那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原材料都在涨价 这个时候央行要开始加息 美国经销要加六次 英国开始去加息 澳洲有可能提前到六月份的加息 有可能我们会经历一次超快速的加息 从零加到1%的话看似不多 但是在你贷款成本上体现就涨了一倍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负担不起的情况下 会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澳洲的状态就是 家里的确有可能通过矿这件事情 创造更多的财富进来 然后但是实际上这个债务危机的风险是在加大的 那这个时候就看政府的整体的配置的这个能力怎么样了 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全球处在的一个一个现状 在这个背景下还有其他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 你劳动力其实在下降了 就是上一次的人口的高速增长 是二战之后的baby boomer baby boomer到现在开始六七十岁了 人口增长是放缓的 科技进步刚刚开始工业4.0体现出来了 你有自动化 然后有了我们所谓的这个ESG的投资新能源 然后有了这个区块链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还没有变成全世界产业规模 这个时候你的经济生产力是极低的 你没有一场科技革命是可以把泡沫消化掉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面前可能确实会出现一次 至少是我们的这代人的这个职业生产当中一次比较大的危机 会在眼前所出现 所以说确实要做很多的一些筹划和准备 是真的 非常认同 你觉得中澳的关系 就是我们只说贸易关系 过去的这几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因为从2014年前后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到澳洲来 然后两个国家是有一个蜜月期的 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这个急转直下 包括澳洲的葡萄酒 澳洲的一些粮食 澳洲的一些东西出口到中国 遇到一些阻碍等等 那么现在正好现在中国驻澳洲大使也换人了 而且发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信号 从这个商业投资这个专业的角度 你觉得中澳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两年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一个走势 由于澳洲自己的独特性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中澳之间的贸易 你看他们再怎么吵架 没有人会说铁矿石的事情 对 大家是心照不宣 不可能去讲 没有人会讲天然气的事情 心照不宣 不可能去讲 冻的那些东西不论是大麦 红酒 其实对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来讲 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那是政治上需要去吵架的事情 但是贸易上会继续做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会持续的 所以我觉得一些刚去的东西 还是会存在的 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全面恢复的问题 这个可能还影响到其他的 比如说旅游 比如说教育 然后这些的服务型的这种领域 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号的 因为中澳之间的关系不取决中澳之间 中澳关系取决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调整的政策性的方向 会最终决定了中澳之间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态度的变化也好 澳洲的态度变化也好 都不如中美之间信号有更多的一些缓和 可能来了更加的实际 说到这个也说到就是说澳洲本身的自己的一些优势 有矿有煤有气有凉 另外一方面澳洲也从过去的这些年贸易的摩擦当中 其实也在努力的成长和变形对吧 多元化 这个澳洲总理现任总理呢 这个也多次表达说澳洲想要在数字经济时代 想要让澳洲处在一个更有优势的一个地位 其实澳洲也应该做这事 从人力上 从人力 这个劳动密集性的产业肯定是没优势了 人工程度也比较高 只能往数字经济上走 你之前在麻省理工学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证书 我在疫情期间也偷偷摸摸跑去RMIT 皇家Murban理工大学读了一个区块链的一个课程 就想了解一下澳洲在未来是怎么从政策 法律法规监管商业应用这些角度 区块链的这个未来是什么 你对澳洲接下来这几年区块链这一块的发展是怎么看的 这个就是说麦小长就有前瞻性嘛 那个这样这个星期悉尼正在搞这个加密这个峰会 就可能是第一次的澳洲的cryptocurrency的一个一个加密的峰会 就是这个行业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行业我认为他很有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我我觉得抛开那些各种各样的狗币猫币不说 就回到这个区块链本身的这个技术的确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区块链它有这个分布式记账 然后有的加密的这个这个属性确实能解决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拿金融行业来讲能解决很多金融行业的一些问题 然后澳洲已经在做一些我觉得全世界范围之内比较领先的尝试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比如说这个两个星期钱吧 ANZ然后呢发这个澳元稳定币 对 那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 你是一个澳洲四大银行之一 然后发行了一个稳定币的方式 然后帮助你的客户呢去购买这个数字资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所存在的 汇丰银行在澳洲呢曾经尝试过通过区块链的方式进行这个贸易信用 贸易信用的这个凭证 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而我觉得更大的一个信号呢是澳洲的交易所 ASX想要用这个区块链技术替换自己20年所搭建的一个叫CHESS 这样一个系统就是分这个 你的每个人的股票账户都是在交易所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不同的号码的 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个点对点 这个技术如果用区块链技术所替代 既能实现加密而且能够提供效率 以后股票交易就不可能是T加2 两天才能交才能去到账的 可能是马上及时的就完成 这个事情是革命性的 因为如果这个事情在交易所的自上而下能推进的话 也就意味着投行券商 这个甚至到这个托管公司 个人的账户都要能够配套得了这个区块链这种技术 就这会影响每个人的这个股票账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些公司在进行上市融资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发币呢 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我们叫Token on Securities 把整个的我们之前考虑资产中间化 股票就是资产中间化嘛 这种资产把它变成一种凭证 我是不是可以把股票本身变成一种币 既然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如此之庞大 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公司通过币的方式来进行去募资 之前你没有一个监管机构 ASS自己是监管机构 你如果监管机构技术是成型的 这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公司可以通过ASS来做的情况下 政府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债呢 向民众去进行去借款 这些事情是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在 由于澳洲之前的CHASE系统的存在 然后由于这些尝试 包括澳洲政府在做这个行业的 这个白皮书的调整数字经济法案等等 这也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我只是非常的期待 就是澳洲政府不要天天只想着矿这码的事 对吧 你多调配一些资源 在新兴的数字经济里面就换点钱 让这个东西能够尽快的到来 澳洲现在这个基础是不错的 那这样子的话 也许对于现在解决长期的澳洲的债务问题 全球经济的债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一场生产力革命 那这样生产力革命在发生 这个事情越早到来 对我们大家都越好 我就一直琢磨着怎么把我自己tokenize一下 把我自己变成一大堆这个数字货币发一下 我真是两句话 我早就已经出现了你的那个头像在那个B上了 可以参考一些 不过这个当然是文笑话 说回来就是说 其实区块链 现在当然一部分是非常盲目的 很多人对区块链 对一些数字货币的一些误解 因为市场的确很多乱象 推出的各种各样的空气币 然后没有任何的价值 或者是区块链的一些应用 包括像NFT 这是我们今年会推出的一个课程 就给大家解释这东西是什么 但是NFT呢 与此同时市场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个头像也能卖好几十万美元 大家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对吧 当这些尘埃落定之后 就是说其实区块链技术的一些商业应用 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发生 有的走的比较浅 有的比较落后 对澳洲来说是很多可以参照的 无论是区块链在政府监管 治理在商业 在物流 在溯源 在这个确权等等 都已经有很多的商业应用了 那现在对澳洲来说可能 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主要两个问题很不确定 第一个是很明显的人才问题 就像现在澳洲比如说区块链人才 就普通的行业的优秀人才都很缺了 这个慢慢补足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对于澳洲政府的这些政策走向 法律的监管的这个走向 对于区块链的认可和推动 你是乐观呢 还是中立呢 还是你觉得澳洲的反应速度会比较慢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觉是乐观的 就是我觉得 你看到的政府的尝试 就是他主动主动的在往前走 然后行业的这个行业协会 澳洲有一个区块链协会 就是区块链协会呢 本身和政府之间交流也比较频繁 因此我觉得这个在政策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你人才呢 你又说到一个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在整个的新冠之后啊 其实全世界都出现了这个人才荒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觉得其实你看到很多国家 都在进行移民政策的这种调整 其实澳洲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比如说他所推出的这个GTI 这个全球的Global Talent 这样的一个签证的政策 然后里面就包括像很多的数字经济 其实很多都是科技类型的 像这个航空航天人才 然后呢科技人才 金融科技人才等等等等 他其实也希望能够从全世界 引一些这个人才到这个国家来 作为一个移民的国家呢 我觉得这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新冠之后 你能看到更多的就是工作形态的变化 可能我们确实以后的办公的形态 也是一种必要的 随着这个圆语肉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我觉得圆语肉距离真真正正正的 能到的时候还差很多硬件 根本跟不上网速跟不上 你这不可能有圆语肉的 现在就是一个概念时期 那也许不排除可能一个在 哥伦比亚的就是区块链人才 依然有可能可以为悉尼的一个公司 来进去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去发生的事情 人才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来讲 我想可能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优势了 只要是政府的政策 我觉得这次大选也是一样 我觉得大选之后 澳洲的移民政策 是接下来澳洲经济复苏的 一个关键 看在这点上 政府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当然了 就我们就是草民妄议政治 对吧 谁知道政府能干啥事呢 对 这个说到这个 就是说我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在有一个问题上 是高度共识 就是对政治的事情 我们是不太去参与 这次大选呢 其实这时间点也很微妙 因为正好是澳洲在转型啊 疫情之后重新发展啊 嗯 我有两个问题啊 如果你 comfortable呢 就回答 不 comfortable 就我们就过去 好吧 第一个是这一次的联邦大选 你会投谁哪个党的票 第二个问题是 你觉得哪个党有可能会获胜 哎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 嗯 不论是这个在野党 还是这个工党 我可能我都不想投 因为我确实在他们的政策上呢 我暂时没有看到 让我觉得 就是真真正正的 是符合澳洲长期发展政策的东西 很多政策还相对比较短视 嗯 就为了讨好选民 都所有的两党 现在能看到的政策 嗯 不论是 刚刚自由党所公布的预算 还是工党所做的反馈 其实更多的还是讨好当前的选民 我觉得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政客 但是没有看到澳洲的政治家 没有人敢有那个魄力 为澳洲记下来十年负责任 大量的投资新兴的经济 而不是大量去投资矿野和基建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呃 澳洲现在很很很遗憾 很很缺失的东西 所以说我可能就随意投一个 这个independent 我可能也不会去 去投现在的这个 呃 两个核心的这个 这个党派 然后 至于谁会 上台的这件事情 最终来讲是 民主国家是 这个民主体制来说的算了 嗯 那 呃 在野党有在野党的优势 然后 这个反对党先有反对党的一些这个特点 呃 去从心里面去投这张票 嗯 真正的去 既然有了投票权 这么一个神圣的 嗯 一个权力 你真的要去看一看你的 这个 这个想支持的党派 他到底在说什么样的话 不要只是看他 发的那个钱 嗯 嗯 他的政策你是否同意 嗯 他是不是真的解决你最关心的问题 嗯 也许有些人关心幼儿园的问题 嗯 关心这个 呃 养老院的问题 有些人去关心这个贸易的问题 等等 他是不是真的 打到了你心里面 你想去关心那些事儿 嗯 我觉得不论是最终是谁上台吧 嗯 就是呃 只要你认为 你你现在想选的这个政府 他确实真的替你解决的问题 那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政府呢 呃 他毕竟花着你的税呢 嗯 你的他花了钱 就说嘛 对吧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他的确是花着拿税民的钱 真的希望我们有那么一个政治家 能够走出现在的这个 这澳洲的这种这种状态 嗯 为澳洲的长期 你不希望十年之后 澳洲依然还是靠一个卖矿和卖天然气的国家 对 你希望这个国家是有更多的东西的 那在整个的工业4.0数字变革的这个背景下 是能够敢为澳洲的全国范围之间的老百姓做一些比较这个艰难但是正确的决定的事情 这是我近期听过的这个最高智商高情商的答案 嗯 因为怎么说一方面呢好像政治很多人其实在澳洲关心政治的人没有那么的高比例啊 大部分人好像对这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自己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就出现了这次这种阴邦预算大部分就是为了讨好选民 而真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些短期的一些什么给你减点税啊发点福利啊 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危害性非常大的 进一步刺激的通胀 对进一步刺激的债务的这个水平等等 而那些呢就留给未来的那个执政党去思考了这个烂摊子到谁来收拾不知道 先把眼前的这个选民给讨好 那这其实这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真正的澳洲人才黄我觉得是政坛的人才黄 就是现在你很难觉得哪一个政党能拿出一个特别优秀的党魁 你觉得他代表的是澳洲长期的利益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们对他有信心他能把经济做的特别好 很缺这样的人 这个也像我们平时在谈论在这个华人圈 会赚钱的商人很多 每天谈赚钱赚钱赚钱会赚钱的商人很多 但是真的在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就特别的少 而我们现在黄人圈子特别缺这样的这种企业家 就想的是我能为其他人做点什么 而不是想的是我如何把别人兜里的钱放到我的钱里 才需要XMD 谢谢 所以才有这些采访 最后呢有这个非常具体一些问题 就是结合一个是作为在澳洲创业的这个各位 在澳洲经商的各位 还有呢就是在澳洲接下来要面临投资的 投资者新移民比如说 你觉得刚才提到了接下来你看到一些风险 可能存在的 那在这样大的一个判断下 我们做一个理性乐观派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要盲目乐观 觉得一切都很好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 人类的进程经济发展都是这样的 都是起起伏伏的 首先我们先说对于投资者来说 接下来从股市房产 包括现在提到的这个股权的投资 我觉得这一定是很多华人 尤其高净值 真的对于投资 开始很严肃认真去思考的人 一定会遇到的一个选择 我们之前在这个 其实XMD课上 其实有讲过这事 就是说 在这个地球表面上 创造财富速度最快的投资 不是房产 不是股票 不是黄金 也许投资的话 可能也是比特币 但是呢 其实真的这个世界上 最富通过投资的 创造财富最快的 应该就是股权投资 对吧 所以从你的脚来说 首先我们说投资者 尤其对于普通人个体的投资 未来的这6到12个月 你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投资的策略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考 这个问题我们常年要问自己 每天要问自己这个东西 我觉得 因为我们是自上而下的 一个投资的策略方式 我们始终要先去选择赛道 赛道里面去选好的赛手 赛手呢去谈好的价格 然后最后看自己是不是做加法的 从一个财富配置的角度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说财富的话呢 我们经常讨论的财富策略呢 很多人会去想风险收益 但同时你要考虑到流动性和分红 然后在四个象限之间 找到一个自己的合适的 这个配置的方法 那在现在这个时期 在新冠疫情之后 想赚钱非常容易 因为政府创造了大量的钱 印了40%的GDP的钱 所以说在那个时期 什么资产都会赚钱呢 那接下来开始到了一个 我觉得冷静期 然后开始进行去加息 这个时候 如果让我们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只会选择两种东西 我觉得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的 就第一种东西呢 是可以跨过周期的行业 有些行业不论你怎么样 是一定可以穿越周期的 这包括像一些民生类型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你总要喝水吧 总要用电吧 这个智能电表总要升级吧 然后有些东西是可以穿越周期的 这个时候不论经济是否上还是否下 有些行业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先天优势 那这是我觉得 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一些行业是可以穿越周期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从我们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投资 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去考虑 在现在这个时代框架下 什么是未来的东西 什么是能够最终通过的周期之后 有更好的增长东西 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 像区块链这种东西哈 我觉得我在看区块链 在看metaverse这些东西之后 我觉得就特别像2000年之前的互联网 那个时候百花齐放 觉得所有东西都能 只要是.com都能涨 后来一次学习 把那些垃圾全部干死 然后好的东西就出来了 谷歌 Facebook 这套东西就出来 真正的东西会在那个时候去出来 我觉得这个新兴的状行业 是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写牌 大型的全世界范围之内的reality check 一次写牌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里面就会出现新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会选择新兴行业当中的一些头部企业 传统的你可以去选择康周期 我就在新兴行业里面选头部 这边会有机会的 其实像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头部企 已经在领跑了 数据行业当中有领跑的 人工智能行业有领跑的 像区块链行业 对吧 但是ESG交易所是可以投的吧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选择一些头部型的领跑型的企业 是能够有优势的 然后就回到你说的股权 股权在历史上的长年表现 是远好于其他资产的 拿澳洲举例子 澳洲的一些股权型的表现 年化收益能接近20% 10年下来 那你比股市和地产都上好一些 只是之前很多的朋友就觉得 这东西距离自己相对比较遥远嘛 股权需要放弃流动性 但是因为你放弃流动性 不会受到二级市场股票的上下波动 反而有可能在周期的时候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期 选择抗周期的一些蓝筹的行业 是蛮好的 或者呢就选择新兴行业里面 头部企业的股权项目 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说到股权投资啊 当然如果是高净值 或者手里面有个基兰澳元 那当然就投资了 如果对于手头 比如说上班族 或者是刚刚从高校毕业 或者是手里 比如说十万块钱 怎么能够参与到股权的投资当中呢 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方法了 就是说其实呢 就不是说所有的投资门槛 都一定是要上百万 有些投资门槛这个十万块钱 二十万块钱也是可以去参与的 那股权投资本身也会有些其他的这种参与形式吧 我觉得比如说你像你刚才提的 你自己这个做了个公司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股权参与的这种方法 然后有一些新兴类型的行业 其实金融市场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兴的产品 然后呢甚至可以通过像ETF的方式进去参与 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所讲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你要先开始动这个脑筋 然后要开始去想这件事情 想这件事情之后呢 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做一些 我觉得做一些research 做一些了解 可以发现 其实不像你想象中的门槛那么高 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复杂 还是有些机会是可以让大家去参与 只是对于投资来说 对于创业 在澳洲经商做企业的话 你觉得未来的这两三年 甚至再长一点三五年吧 哪些领域对于我们华人创业的话 其实是很有机会的 这个话题特别大 就是我觉得我会讲的东西就是 你不要去考虑大周期 如果想创业的情况就问自己的差异化 就是我觉得哪怕是 你谁去想很有意思 哪怕的经历了整个的COVID的过程 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餐饮的电视流 可以活下来的 它可以很快的去转型 只要我的品质没有问题 我可以通过这个电子平台的方式去推动下去 有些你要想出行的很多公司会出问题 但Airbnb依然可以创业这个周期 我觉得创业的事情 本质上来讲 创业是需要一些冲动的 但是长期创业的成功一定是因为你有差异化 是有能够抗整个风险的这个能力的 哪怕我接触过一些朋友 年轻的朋友 他就是摄影很有热情 他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细分的行业当中 能够做出自己的差异化 有些朋友这个做蛋糕的 那这样是穿业了这个周期 他依然可以通过这个 自己从工厂直送的方式 在周期过程当中 他依然是可以穿越的 当你能够把一个产品做出差异化的情况下 我觉得和周期就没有关系了 你就是能够有可能可以穿越这个整体的周期的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想讲的点 第二点的话 危机总是共存的 我觉得哪怕是通过这样的整体的这种洗牌 一定会把一些新的机会 把传统的行业 地产也好 贸易也好 会进行一个重新的整体的洗牌 也许这时候保持一种清醒 然后等待那个时机出现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说 其实经过危机的时候 是你去减资产的好时候 可能通过一个那样的调整 这个时候再重新进入到市场里面 在行业重新洗牌的时候 获取更多市场份额 也许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刚才听下来 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关键词 就是第一个就是差异化 我们整个都在聊这个事情 从大到小 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小公司 到一个个人发展 都在说差异化 另外一个就是说到抗周期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的不确定性了 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 这样的话 就像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就说 我说很多人很关心 未来十年什么会变 趋势是什么 而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 未来十年什么东西依然不变 而且这件事情 这个想法可能在此时此刻 就变得更加的意义 对吧 非常赞同 比如说教育 对吧 比如说这种 这个咱们做的这种财商类型的这种东西 它是不变的 本账来讲这也是一种需求 接下来这个波马奥财下一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对 在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下 你想把这公司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 这个问题也是我要天天问自己的吧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是也蛮简单的 就回到你说的 就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什么东西是变的 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我觉得我们在墨尔本做出了自己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可行的 然后我们所解决的这个行业的痛点是一致的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海外的这个移民群体 然后寻找另类资产 特别新兴领域的这种投资 那墨尔本是这样子 西尼是一样 那我们今年会继续在西尼扩张我们自己的团队 那西尼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布里斯班西奥是一样的 如果布里斯班和西奥是一样的情况下 奥克兰是一样的 多伦多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在至少在可预见 我说我们是一种叫稳中制胜的风格了 就是说很多事情 创业公司要对风险有充分的评估 然后呢一步步比较脚踏实地的往进去发展 我们今年一定会主动的去发展 悉尼市场和一些澳洲的其他的城市 来做这一步 然后同时的话我说做事情呢 我对自己要求了 我说做事情要多写两年 我要比自己呢 要多去判断两年之后应该能做什么 然后再预估一下 可能中间所需要的资源和风险的问题 那我们像香港的牌照 我们在看新加坡的这个牌照 其实就是为了之后的两年 24年25年做一些准备 所以我觉得把既然一个模式已经是可行的 那我就要在同样有共同市场需求的地方 去加速它增长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这个顺利的情况下 到了24到25 也许我们就已经在澳洲的范围之内 有了我们在悉尼的基础上 有了布里斯班 有了西澳的这个波曼奥财的这个布局 然后有了奥克兰的这个布局 有了新加坡和香港的这个落地 然后看一看到那个时机 是不是我们考虑把这声音 就回到你刚才跟我聊的那个事情上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有更大的确定性 可以把这个事情呢 是可以带到北美 然后可以带到其他的这种国家 把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过程当中呢 能够把海外的华人的移民市场的这个需求 统一解决 因为这个痛点是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也算不辜负 我们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呢 出现过一次 如果接下来真的发生 不管是全球范围的 还是个别国家的一些经济的一些震荡 一些经济的危机啊 你觉得对于波曼奥财 下一步整个公司成长来说 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投资这个事情 所以说投资这个事情的情况下呢 首先它是刚需 同样的情况下 它会受到市场的变化的情绪上的影响 就当你出现危机的时候 一定很多投资人很恐慌吧 但同时也会有很多的投资人觉得 在这个时候是好的参与的整体的这个这个机会 危机一定是并存的 对我们来讲巨大的挑战肯定是出现 整个的这个投资情绪的恐慌 那对我们的业务肯定会受一些影响 这就又回到那个问题 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情做提前的准备和布局 所以说我们要挑选可以跨越周期的行业 我们可以挑选在新兴在走出危机之后 能够高增长的行业当中的新兴行业的龙头 这个东西的这些选择是现在就要做的 因此在出现哪怕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可以确保自己的这个业务 还是有它的这种增长性的 这个在之前我们所经历的过程中是出现过的 哪怕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哪怕是在1516年澳洲地产的调整的时候 我们都经历过 当你在那个时期已经提前做好了跨越周期 和行业龙头的这个整体的配置 最终的结果还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满意的了 最后一个问题 今年就是我们都进入不惑之年了 这个问一个个人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个人目标 个人成长的目标 生活当中的任何方面的 今年最大最想实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跟工作没关系 好的 这个你去年问我呢 我这个目标就是减肥 然后呢我已经成功的实现了 这个我从最高峰值减了12公斤 这么多 对所以说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非常非常开心 今年的话呢 我觉得呢 这个我今年还真有一个目标 就是还真的是有一个这个目标 分享分享分享 呃 今年我要再回去读书 哦 什么 今年我我呃 已经这个这个报名了 我想回monash呢 再去读一个这个读enba 哦 我选择monash的那个原因是因为 我他在课程的整体设计上 呃 非常符合我的想法 嗯 就是他选择 当然他有国际的不同地方 去国内 嗯 然后呢去这个欧洲去美国 嗯 这个方法 但是他的课程设计上 都是新兴行业 比如说高端制造 啊 比如说医疗健康 比如说数字经济 嗯 这个和我现在的这个这个 这个呃 整体所从事的东西呢 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说我想呃 是时候重新让自己的知识储备 进行一次升级 嗯 然后呢为为下一步的东西 这个做点准备 我觉得这是我今年一个这个呃 确实比较 嗯 我觉得下下下下下下下狠心 嗯 嗯 要要要投资到到到到这个功能 让自己的知识再再再有一些更多的一种更新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事情呢 是我最近发现呢 打网球很好玩 哦 然后呢我觉得呢这个 这个有些朋友 一直鼓励我去这个打高尔夫 嗯 我发现了的确这个东西东实在是太不适合我了 嗯 然后我还是希望是有点这个跑动 然后呢 有点小小的博弈 嗯 我觉得争取呢 呃 能够让我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点点这个竞技的这个能力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OK 非常好 这个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个要做了一个多年的计划 对吧 要读几年两年三年 嗯 他这个应该两年两年的一个一个计划 嗯 对 可能对于艾瑞现在工作已经非常忙了 而且公司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周期 这可能接下来对你的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是 对 但同时的话 不过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又回到就是对于整个公司发展阶段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呃 我们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见到未来两年公司在全国 在澳洲的全国范围之内的这个这个发展 这应该是很自然就发生的嗯 但如果再往后走就是我们要考虑公司再下一个阶段 你的国际国际的这个扩这个扩这个扩张的这个时候 那我觉得有必要去开始去看一看嗯 嗯 看看呃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那个欧美的合同伙伴 那真的能到那个地方去呃 借助上学的这个机会去看一看那边到底是什么嗯 嗯 搭建一些因为因为校友的关系嗯 我觉得还是个挺深的友情的嘛 对对对 搭建一些关系为我们呃 我觉得其实公司兼计了就是为下一步整个的公司的发展 你开始提前做一些准备嗯 这个想法嗯 我觉得其实为在这个好好为人民效力20年30年的角度 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决定 是 这个就到时候读书呃 时间还有时间打网球 我的要求就很简单只要不要废课哎 我觉得已经很买了这个太谦虚了 对于尤其我觉得对于我们华人的学生来说读书 嗯 其实就是读的多好的问题 怎么这个flag我不敢立啊 我只要求能不能顺利过关不要再重新交学费就可以了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OK 非常感谢Eric今天的分享 我觉得我们从整个的这个 虽然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 获取的智慧可能是 这么多年的积累 而且有些东西呢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到 呃 真的比如说美国那边发生一些变化 澳洲这边股市咱夸张点说下跌个30%啊 嗯 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投资者 嗯 一个非常理性的心法是什么 嗯 是赶紧进去呢还是观察等到反弹的时候这个号角吹响呢还是就什么也别做啊 这个这个问题挺难的就是那个因为这里面主要问题是timing就是谁谁都没办法真的敢号称是踩点的就那个那个有一个特别好的影视作品叫大空头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去看看这个 如果对京实上有有有有这个兴趣的话 你哪怕最终来讲结果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 其实它的踩点有可能会早早一年两年那你就会需要承担中间的这种亏损嘛 所以踩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我们很有可能会先发生的是加息周期过程当中资本市场依然是往上涨的 嗯这个在历史上是证明的加息早期资本市场依然会表现很好 就是地产还是会很好股票依然还是很好这个时候通货膨胀会上涨会逼着大家一起去买资产否则的话你你会无法跑赢 通胀的但是就会到某一个时间节点这时间节点呢就是在你的债务和收益的平衡点出问题的时候 就是你的利息成本已经的确是比较高了然后债务承担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人就会抛售资产 抛售资产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多米诺效应最终导致自然价格的这种调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谁都说不好 那从历史的数据上来看当基本上以澳洲为例吧当澳洲的现金利息超过了3% 可能是4%以上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这种调整因为现金利息是4%你的信贷成本就可能到6% 这个时候你的自然负担性就会很严重了嘛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调整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阶段还是应该是通过资产的投资不论是地产还是股票来抗通胀来增长 但到那个开始接近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呢开始要做一些现金的储备了 做一些现金的储备然后在危机的时候呢不要去这个最好呢危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冒事的去这个这个做空或者接盘 那你等他一段危机的这种调整之后找到自己看好的行业去买一些蓝筹型的东西 这个抗不了通胀那些抗不了周期的一些蓝筹型的东西会有一些这个价格的错配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给自己两年的时间那些好的资产会从周期当中走出来 这是一个两步到三步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去试图的去timing市场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 哪怕中间你对大周期判断再正确就要允许自己有试错 我想问一下艾伦老师您个人就是怎么样能保证怎么样来保持就是一个低调的combo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知道做金融行业的男生都非常有钱了嘛就是非常多金 怎么能让自己不飘就还依然非常的脚踏实际的能够一直去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去深耕 这特别好的问题就是用这个这个我读过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个状态的 就是这句话说法呢就是自己这个东西需要遇到比自己更强大的东西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的 就是应该说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肯定都飘过 就是我说我觉得我在二几岁的时候就特别飘就觉得自己屌炸天 就是觉得我比我同龄人赚钱赚的多然后觉得我做的行业也不错 真正到你开始那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看到比自己更强的东西 当你开始接触比你自己更强的人然后开始接触到很多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心沉下来我觉得飘不是个问题就是当你被击倒了之后 你还有没有那个那个刃劲能够再重新的站起来 我在职业早期是飘过的受过打击的 然后开始重新去思考自己其实知识面不够的 我要更多的去学习重新的努力的去去站起来那个过程 然后开始在职业生涯的后来就开始接触到很多比我强很多的人 他们很低调他们很谦逊 然后他们去真诚的会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后来就开始跟朋友去讲 接触到一些我们金融行业或者其他行业当中很飘的人 能看得到的一般来讲中层是很飘的 但真正的高层是从来不飘的 就你知道他经历过他经历过人生自己的周期 才知道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更好的这种状态 然后每个人上都知道我们学的东西 就是我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知道很多 然后但就是我现在觉得到三十多岁以后 因为知道很多人知道你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你要对别人好奇 就是Max他有他自己特别强的地方 他能做今天这个事 他一定是比我自己很强很强的东西 那我需要知道我想了解他到底为什么可以 做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哪怕是一个技术人员 他会有比我强的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慢慢的慢慢的你才能到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humble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一定是遇到了自己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东西之后 才知道自己其实也真的也就那么一回事 要经历这个过程可能可能才行的 我觉得可能在我的这些上当中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时刻 让你自己意识到你是要恐慌的 因为市场这个东西有太多的比你强大太多的力量 太多你自己不可控的东西 就还是刚才麦斯说的 那我只能在我已知的东西当中去保护我所已知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老师提到过您的创业团队有四个人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未来就是想做自己的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应该去以什么那样的渠道和标准去找我的合作伙伴呢 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都是非常小的 想做事情一定要找 但是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友 他朋友不知道就是我直接跟他bring up这个topping 是很对他可能很很shock 那我应该去首先找什么样的人 第二是怎么样给你提出来这个问题 怎么找创业伙伴 你看到很多创业成功的故事 其实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在自己圈子里找 你看很多成功的故事 其实都是同学 这个同事 就是大家一定是有一些这个一定是有一些 对 然后和价值观的相似度的 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就是你很难大海捞针 你一定是在自己可选的范围之内去寻找一些可以接触到的一些朋友的 我觉得只能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做筛选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呢 自己这个事业呢 开始去发展的时候呢 你会吸引来一些能够去吸引的一些人 然后呢会在经历再经历筛选 最终留下来一个核心群体 很多创业公司 它到最后的那个 真真正正的那个 核心团队不一定是最早期的创业团队 有可能只是创业当中留下来的一两个人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一个完美的这个创业团队 所以说不要去觉得一开始不完美 就一定是个很糟糕的事情 也不一定 你可能如果一开始找了两三个人留下来 后面一个人也许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创业团队最重要的就一定是价值观一致 比如说你觉得我这个事情是为了创造价值来做的 另外人觉得我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在两年之间赚钱 然后你强调的是服务 而他只强调这个这个品牌自己的价值 继续走不下去的 友情也是一样的 就是所以我觉得创业团队最核心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是我们的我创业团队价值观是一致的 我们都相信要做一件艰难但正确的事 就是价值观是很一致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和别人去谈的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呢我的建议呢就是你只要觉得合适的担任就说 而且我觉得找这个创业的合作伙伴商业合作伙伴 其实可能比找找老公找老婆找男女朋友来的还要更 就是说 重要性更大 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一起创业 包括你投资一个公司也是啊 你的这个关系你要做好五年十年呢 要不然你就不要做这事 你要觉得这事做不到五到十年 就不要做行业 因为这事情就做两三年就不做 那你干嘛折腾这事 如果你想让这事做成 前提假设是这事能做好多年 而那这样的话呢 他又不像夫妻关系男女朋友关系 你可以吵个架 你可以几天不见 你做事啊公司怎么办 你丢在那你不来上班 然后两人吵架 而且是一定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两个人如果目标一致的时候呢 就可以磨合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做成 对 如果说呃 我觉得其实性情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嗯 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就两个人能够多么激动吵了一架 呃 然后冷静一个晚上第二天还能坐在桌子上 再说这事 对 很难 因为有的人是完全不理性的 就一冲动上来我不跟你聊 我不干了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这也没办法创业 而且筛选这事我也特别同意 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在不停筛选 像我们这个星期解读那个 《The Psychology of Money》那本书 就讲到巴菲特的例子 现在大家提到巴菲特就是 巴菲特 巴菲特 查理邦哥 但其实他们当时有三个人 这从来没有人知道第三个人是谁了 因为被淘汰掉了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幸存者 人间 都是留下的这些人 嗯 所以我觉得找合作伙伴 创业伙伴很难 像我问Eric刚才那问题说 这四个人F4到现在都没有变 真的是凤毛铃角 真的凤毛铃角 中间有任何的观点都不一致 个人的目标都不一致 家人都不一致 我遇到过创业合作伙伴 两家的配偶炒起来的 就这两个人合作很好 但是他们的配偶之间有矛盾 最后都拆伙 也有 所以这里面可以拆伙的原因太多了 所以最后还就像刚才表演问的问题 我们能看到现在还留存下来 还在一起努力做事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因为这个是小概率事件 叫Eric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前面多次提到的说 对于一个人成长的这个视角 我们提到了差异化这个东西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 很多事情没有可能没有一个弯路 当你往回看 就像当时乔布斯的那个 那个毕业上演讲一样 就是connecting the dots 你到到了一个地步之后 然后你往回看 可能曾经做过的事情 再有帮助你成为现在的这个自己 然后如果你可以给 就比如说像我们在澳洲 华人这个人群 有一些建议的话 就针对说接下来疫情之后 还有整个社会 就是后疫情时代 不管是政治上也好 还是经济上也好 如果你想给他们一些建议 在他们个人成长 还有发展方面 你会给他们拿 我只有一个建议 如果你这事想过了 然后就干吧 就这一个建议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 我们可以想很多 我们可以想经历环境 我们可以去想大学 我们可以去想加息 然后专业 配偶朋友 专业合作伙伴 你不去干的话 这事没有一个可能能干成 你干的时候 会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之后 你只要认为你的坚持是对的 你就会找到解决方法 然后你往前去走 我觉得真的可能如果看我的整个的成长的经历 我是没有放弃过的 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事能做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在当时 我们开这个玩笑 如果我当年的创意团队放到今天的我面前 我自己都不会投 就不可能成功的 如果回头去看 我认为不可能 是能够做起来的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 在无数的变量下 我们没有放弃过 没有钱的时候没有放弃过 没有团队的时候没有放弃过 没有客户的时候没有放弃过 你认为你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 那就去做 做到我做不下去为止 就 因为你有了这种坚持 所以你在做那个时候 因为你这种坚持也会打动你的团队 你这种坚持会打动你的家人 会打动你的客户 然后 他们就会来帮你 所以我觉得 生命中没那么多值得后悔的事 你不去干 你不知道你会后悔的 就 在做某件事情之前 你会去分享 你会分析他的困难和干嘛 但每个人一定会有一个时间节点 你会觉得心里有那个火 让你觉得这事要干 既然是这样去干的 不干你永远不知道 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过一句话 就我们当年创业的时候 没有做中文财经网站这个事情 是被迫 无奈 因为你没有这样 你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没有发生的平台 因此我们 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后来当它 开始出现结果的时候 有很多人我讲 就说呀 我们当年都有这个想法 我当年觉得这事可以做 我当年这个是最不错 那我就听听笑笑 你没有做 我做了 不论当时我的那个结果是 这个东西中间多少的问题 但我至少这一步卖出来了 卖出来之后 卖出来这一步之后 别人就觉得 艾瑞克已经做了 那我要做的时候 我就要想一想 我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到今天更是这样 所以说如果 不论你在做什么 你只要这一步敢卖出去 我觉得就很有可能 就至少成功30%了 你刚才坚持几年 你可能就成功50%了 非常感谢 我想我的话 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 数字货币这方面 我们也知道 前二十年中国 推出了数字人民币 包括现在澳洲 也在开始尝试的 推行自己的数字货币 我想就您 结合NFT这种 去中心化这种 区块链技术 来谈一谈 作为普通民众的话 如何来进行这方面的布局 非常好的问题 当你不知道哪个赛手 会获胜的时候 就得选一个赛道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一个新的技术出现 它会需要时间的打磨 就互联网技术 你出现的时候 对吧 Netflix也不是一开始就成的 它经过了打磨 谷歌是建立在 其他搜索引擎死亡基础上 才出现的 就是你选赛手是很难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 去想一想 当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候呢 你互联网硬件 是不是有需求 可能那个时代做ADSL的 反正做得很好 西科可能做得非常好 做这个网络支持的 也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我对区块链的这个 加密货币这个整体行业来讲的话 很多的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 就是一些传统的这个公司 然后再对它进行去尝试 政策呢 再对它进行去调整 这个时候我觉得 基建型的东西 可能比赛手来的更好 就刚才我讲的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哪个加密货币会成 加密货币交易中心呢 只要有更多人去交易它 也许就是一个值得去看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个加密货币在澳洲 是不是能够得到主流的认可 但是 ASS证限交易所 它进行这个 这个 这个技术的这种尝试 也许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很好的基建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再不知道 哪个币会更好 因为我谁都没办法猜测 每个币会怎么样 还有很多的空隙币 对吧这种东西 可能你就看基建 看新兴技术的基建的东西 应该就会存在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去想的 好 好 非常感谢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 刚才一天上提到的ESG问题 因为最近的话 尤其是在局部 世界上无路的冲突 我们能看到大众商品这个价格 在流行不停的推高 包括之前中国 以及全世界现在开始推出 贪中和贪打风这个目标 而澳洲的情况呢 又是鉴于自己本身 不管是天然气 铁矿石还是煤矿 的储量都非常丰富 我想就您结合ESG这个话题 能否谈一下澳洲在对待 将来全球的这个 趋向于环保性的这个大方向的话 澳洲会不会有一些不太情愿 而澳洲能相应的做出的一些他们的 去做会是什么 在试错中调整 首先这个大势不可逆 就这事你一定要干的 无非是2050还是20160的这个 探中和的问题 就是大势不可逆 这已经是人类共同体的问题了 就是不是你澳洲想不想 是全人类都要这样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 澳洲真的是危机并存的 就是你刚才你所讲的 这个煤炭和天然气的出口额 对澳洲来讲是一样的 就澳洲既有煤炭的这个赚钱的生意 但天然气依然也在做 天然气增长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想让这个这个所有的煤炭的行业 关掉不可能 对吧 我们那个阿特兰县的这个创始人 想去收购AGL 就为了关掉他的煤炭 这个不可能呢 还有那么多工人呢 对吧 很多小镇是靠这个东西生计的 这不可能的 这是个不现实的一个方法 只能逐渐逐渐的减少 对于传统能源行业的投入 然后在同时增加对于新兴行业的 新兴能源行业的这种投入 最终达到一种平衡 新能源的行业最大的问题是 其实是成本太高 投资周期过长 你想那见成效是很慢的 所以说必须从一个很务实的情况 是减少对于新的煤炭行业的大幅的投入 增加对于新兴行业的投入 然后我们在未来可能10年到20年 争取到某一个节点上 你看到新能源的成本已经下来了 而且新能源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 然后去防止在某一些区域 会受到极大的这种去传统能源的这种影响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达到那个效果 这两步一定是同时走的 那边要减少这边要增加 但是从现在上来讲 你让全世界范围之内去替换到 用新能源去替换成功能源不现实 真的是不现实的 从成本到投入到技术的可行性是不现实的 但同时你值得高兴的地方 是澳洲有很多的尝试是已经有成绩了 比如说你在南澳 然后特斯拉做的全球最大的电池 对吧 它已经开始有成效了 然后呢 澳洲在这个塔斯玛尼亚做的那个Hydro 它是有成效的 然后从那个北领地 然后一个澳洲的公司叫SunCable 想从能源从北领地直接输送给新加坡 是有成效的 然后天然气的投资再增加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大事不可逆 一定是有更多的清晶能源的应用的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我补充一个我的理解 就是说新能源在澳洲现在的这个局面 其实就很像是前些年在澳洲发展家用的太阳能板 就是我们从这个小的就能理解现在澳洲真的发生什么 就一方面呢 传统的电大家都知道电费贵等等 然后我们就用太阳能发电了 反正太阳能免费清洁 但是呢太阳能的初期投入很大 你买了很多太阳能板 几千块钱安装 如果你算省下了这电费呢 你可能十年八年都省不回来 那就需要有政府干预 比如说我给你补助 你装了一半钱我出 就加大投入嘛 对 然后那很多家庭愿意去尝试 这个时候就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太阳能板刚开始的制造成本比较高 而且转化效率比较低 只有大量的人去用它 更多的厂家去愿意创新加大生产规模 他的制造成本才下降 他的转化效率提高 这个产品才会迭代 那没有人去用它呢 就没有商商业的这个理由去做这事 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事 当政府干预了投入了 然后开始转化 很多人开始有补助 我们就去装一个太阳能板 当用的人多了 这个成本开始下降 效率开始提升 然后大家收益也会增加 然后直到有那么一个时间点 按照Elon Musk的想法 在澳洲是完全不需要 任何其他的能源的方式的 就在澳洲铺太阳能板就行 然后整个澳洲就用太阳能发电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可不可以实现呢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 就是我们一方面 传统的烧煤发电 澳洲也没有核电 就是要这条路是不可能放弃的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当政府开始做些东西的时候 政策引导一些的时候 然后这些在蓬勃发展的时候 然后就早晚有一天有 就病鬼啊 交集啊那天 然后我们就开始享受新能源了 那时候澳洲也没有这种阵痛了 突然煤矿 这个行业受打击 就 非常赞同这方向 我不知道对于普通人来说 怎么参与到这个 这场变革当中 但是正在发生 澳洲可能 澳洲其实是既得利益者 就是如果不变 澳洲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么多煤在这 但是变的时候呢 澳洲 澳洲是不能不变的 反正澳洲 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谢谢你 而且澳洲又是个资源出口型国家 对 所以其实就算你不用 还有其他国家会用 对吧 就是说你印度尼西亚还是会在这里买的 就举个例子 中国也会在这里买的 就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就会出现 我觉得哪怕是交集了 也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并行 然后呢 知道某一天 你看起来 投入新鲜能源 比投传统能源 所带来的经济力更大了 到那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意义上来讲 清洁能源会取代传统能源的 这个时候 在此之前很难 不光是煤炭 你还有石油呢 对 到那时候可能是一些特种行业 就对于这个 特别有依赖 特别需要保障的 可能会开始 就传统 或者一些新能源和传统结合 然后保障它的电力供应 大部分人可能就已经完全靠 清洁能源 就很像马车 你看街上有没有马车 有马车 但马车已经摆脱了 原来完全运输的功能了 变成旅游了 但是马车还是有 它解决了一个小众 一个逆势的这个特别的需求 然后大部分人可以走路 坐电车 开汽车 骑自行车 这个例子好 嗯 因为这个 其实改静明星提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们在澳洲 很容易看不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澳洲 作为一个国家形象 在国际舞台上 比较受人诟病 受人批评的 就是在能源问题上 就因为澳洲没有动力去 主动挑这个事 因为自己过得挺好 不能自己 隔自己的命的吧 但我们在澳洲 这儿呢 就容易 这个不实陆传致命 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事 所以就觉得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因为还只能问Eric 我们其他的嘉宾 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嗯 还有问题吗 今天我们占用了Eric 非常多时间了 没事 OK 那就要不然今天就这样 好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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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